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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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赶忙将衣服脱去 跑到温泉去沐浴 众人正在残笑之际 突然听到了水声四起 等到转头再看的时候 陈城已经将衣服穿好 一个人走了出去 随从慌忙穿衣服 开车去追陈城 汽车追到陈城后面 陈城根本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而是继续大不留心地朝前走去 司机不敢叫他 只能够一路子跟在陈城的后面 也许是陈城走累的 忽然停下了脚步 站在车头前被司机怒目而视 而后又在大街上发了好一阵脾气 众人没有一个敢说话 等到陈城消气了 才重新坐上车子 还有一次陈城奉命出 放宁夏 在宁夏停留了数天 随同参谋李泽芬闲来无事 出去游玩 采购一些土特产 忽然听到天生飞机声哄哄 慌忙赶了回去 陈城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宁夏 去南京见蒋介事了 李泽芬不得不弃车转火车 跑了三天三夜才回去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一个随从敢擅自离开陈城 陈城虽然脾气火爆 但是对他的夫人谭祥很是尊重 谭祥从来不问政事 也不与陈城谈论国家大事 一心相夫教子 对陈城的属下非常的宽厚 对随从更是宽而有礼 所有人都很尊重的 陈城在公馆时 属下都战战兢兢 生怕其发火 但谭祥如果来了 属下们就大松一口气 因为在谭祥 陈城从不发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泽芬